第一拳 双鱼古镜 第一章 将军领下 将军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后葬的传统 上至王侯将相 下至生斗小民 都喜欢把身边的稀罕物件随自己同葬九泉 因此 但凡大火硬火必埋在九层黄土之下 比如秦始皇有一面赵古镜 不但能召见人的五脏六腑 还能分辨臣子的中间 比如宋明帝有一支阴兵号角 打仗时吹响 会请来帝府阴兵主战 比如明武族有一尊美人碑 月圆之夜饮酒 杯中就会出现一个身穿薄纱的长腿侠人 这些东西不仅被定性为国宝 在黑市上的价格更是直追上意 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 不知有多少盗墓贼寻龙分金 只为找到他们 但中阴一群护宝人的存在 全部杀鱼而归 我的故事便是从这群护宝人开始 我叫刘长安 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 那个年代为了响应十年感应超美的号召 家家户户都把铁锅里头捐献出来大链钢 最终导致十村走来九村荒 老百姓连吃顿饱饭都难 但我家却顿顿都是青菜米饭 各把月还能见一次浑腥 时间一长就有了闲言碎语了 村里人都说 父亲一不务农二不帮工 整天窝在家里 却能换来大把的粮票 肯定是做了什么 欠不得人的勾当了 我心里不痛快 但却不能说什么 因为我父亲的行为的确是有点怪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 我发现他有三个问题 第一 白天睡觉晚上出门 第二 每次出门前 他的房间里都会传出嘎吱嘎吱的咀嚼声 第三 每次回来之后 他都会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篮子 这一切 父亲都是悄悄进行的 生怕被外人知道 哪怕是他的亲儿子我 有一次我实在是好奇 就趁着白天父亲睡觉的时候 用锥子在他房门上挖了一个小拇指 粗气的洞来 毛在那里 头盔 夜色渐渐降临了 当指针落在十二点的瞬间 父亲刷了一下 睁开眼 就像起尸一样 从床头坐了起来 这一幕来得太突然 吓得我 警不自禁地嘟嘱了一下 黑暗中 他点亮了煤油灯 弯腰从床底下 摸出一个破旧的唐刺钢来 虽然父亲是背对着我的 但是我知道 唐刺钢里应该是香喷喷的肉 因为它时不时捞出一块 放进嘴巴里 大力咀嚼 我甚至能听到 牙齿咬断脆骨和肉筋的声音 这下我心里不舒服极了 感情父亲每天半夜起床 是背着我偷吃肉啊 我也不敢找父亲说什么 只能每天偷偷在外面猫着 想着哪怕是过过眼影也好 就这么过了三四天 我照常猫在外面偷窥 这一次父亲换了个童脸般 肉都能堆得冒尖 我看得直咽口水 实在忍不住了 就想着进去要点来吃 可哪知我手还没推稳 父亲因为口渴着水 不经意间就把身体 转向了我 只一看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零滚带爬地回到自己房间 浑身发颤地坐在被子里 我看得分明啊 他的手里抓着的 哪里是香喷喷的肉 那是一只人类的手掌 只有我的手掌一半大小 上面还带着血 而父亲就这么塞进嘴巴里 嘎嘣嘎嘣地敲着 这年轻不好 我也听说过人吃人的事情 可我觉得那都是吓唬小孩子的 谁知道 现在不仅看到了 做这事的还是父亲 而他吃的 分明是那些被抛弃在 乱坟缸的女婴啊 过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父亲终于擦擦满是油腻的嘴巴 出了门了 门锁喀巴一声 惹得我心脏蓬蓬直跳 却怎么也忍不住好奇心 蹭地爬起来 悄悄地跟踪在父亲的后面 父亲扛着锄头 挂着一个篮子 手里提着一盏昏黄的没有灯 鬼鬼祟祟地直接出了村子 时不时一回头 好几次就差点发现了我 还好我身量不高 坐在一边的宫子里 这才没被发现 等父亲到了村外的将军岭 我的心中不由地 咚咚指打鼓 将军岭 是周围几个村落交叉的 中间的一个山头 但日常串门 村里人宁愿多绕一圈路 也不打致上头过 因为这领子实在是太斜了 传说这上面 有一座从西州时期就传下来的古墓 埋葬的是一位姓鸡的将军 和鸡发鸡蛋乃是同族 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为西州做过不小的贡献 只是传说他生性暴女 生前为了军饷 更是多次组织一支 叫做黑陵军的队伍 四处挖掘坟墓 惹得怨声载道 金姓将军死得蹊跷 据传是功高震主 在一次凯旋而归的时候 被活生生绑在棺材内活埋了 还是忠心的属下 偷偷挖了出来 又重新给他建造了陵墓 便是如今的将军墓了 这位姓姓将军 在军中威望很高 士兵可不管军饷是怎么来的 只知道跟着他能吃饱 能打胜仗 所以在他死后 有上千黑陵军自愿殉葬 如今这将军领上 密密麻麻的坟包子 便是这些黑陵军的陪葬坑 如同众星耿月一般的 将机姓将军的墓围在中央 村民饿得两眼放光的时候 不是没打过这座墓的主意 可在将军领跑过土的 没有一个全须全伪的活着 不是疯了就是残了 更有甚至 连尸体都找不到 据说是被领上的粽子给吃了 我不由得打了退堂古文 但见父亲扛着锄头上去了 便也硬着头皮跟上 这将军领上是鬼气森森 在领子下面还能听到一点重鸣 一上来 却想踏入另外一个世界 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喘气声 就连脚下的土地都松软了不少 上了领子 父亲疏门疏路地放下篮子和灯 来到其中一个陪葬坑前 即锄头下去 便刨出了白骨 随后他从篮子里拿出一叠点心 摆在坑前 又点了三根线香 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这才把散在白骨四周的一些绿皮环钱 抓进篮子里 紧紧抱在怀中 谨慎地左右扫了扫 才匆匆离去 我一拍脑袋 父亲这分明是在跟鬼换事 我们家书柜里堆满了许多的古代现状书 都是跟风水龙脉有关的 这些书究竟怎么会落到父亲 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手里 我不知道 只知道里面曾经讲过 南北朝食一种跟鬼换事的民间传统 就是如果你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通过盗墓来养家糊口 想要不惊醒粽子 就得事先吃一斤死人肉 来压住自己的阳气 让粽子觉得你跟它是同类 然后准备三根薄香 二两绿豆糕来换取陪葬品 并且一次不能多拿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可是糊口夺食的影响 踏错一步命就没了 我瞬间明白 家里的米饭是从何而来了 母亲早死 想到父亲为了这个家做出的牺牲 我不由得失了眼眶 下定决心要帮父亲一把 最起码不能让他天天吃那恶心的死人肉 家里的重担该由我来扛 树干就干 第二天我一番准备 就火通平日里最好的玩伴二狗子上了将军岭了 父亲昨天才摸了一把 今天是肯定不来了 我看不上哪些陪葬坑的还钱 觉得父亲有些傻 要干就干票大的 这样就能几年吃穿不愁了 于是我把目光盯在 牧主人入土之前已经有了失变的倾向 所以采用自杀的努力来镇压 可谓是以毒攻毒 不过这倒是方便了我了 久久归一幕的主牧师门并不难找 只要看九座陪葬坑中哪座规模最小 便在那附近了 只是因为怕木门处的风水冲中了主牧师 我在四周观察了一遍 很快确定了位置 招呼二狗子便跑了起来 挖坑这事就开头难 越到后面土吃就越松越容易 我和二狗子忙活了两三个小时 一铲子下去没听到咣的一声 到了 我兴奋的一扬手 快速又跑起铲子 一道大约一米多宽的青石门 顿时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第二章 红衣女诗 我松了口气 还好是青石门 只要是遇上铜汁铁水浇筑的 今天就得无功而返了 孙殿英当年在到慈禧墓的时候 便遇到了铜汁铁水浇筑的门 只能拿山袍去哄 将铲子顺着青石门底下挖了大约十分钟 直接伸进去用力一翘 青石门便慢慢地往上移开了 我将白天抓来的鸟用绳子绑了丢进墓道里 等了三四分钟 前台依旧活蹦乱跳的便松了口气 这说明墓道里空气流畅 于是我赶紧招呼二狗子进去 毕竟是平生头一早进墓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我更多的是兴奋 沿着墓道走了十多米 发现什么机关都没有 我更加觉得书里对机关的记载 有些危言耸听了 再次走了差不多二十米左右 前面的路口出现了分叉口 我提着没油灯的手 微微插了一下 我知道按照规矩 左边应该是放陪葬品的隐功 右边才是竹墓室 但我还是想也不想就往左边走去 虽说竹墓室里东西可能更值钱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远远望着竹墓室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左边的隐功也是一道惊世门 我如法炮制地将门撬开 随后便愣出了 只见隐功里正对着我的方向 停着一口红艳艳的三角形棺材 不是说隐功里不能放棺材 只是一般不会冲着木门放 这样容易起尸的 我安拿住心头的不安 朝四周打量过去 随后心中那点不安便消灭待见了 只见隐功左侧摆着成套的青铜锂漆 地上隔着大把珍珠 看样子竟然是被遗弃的 我呼了口气 到底是将军 这手臂确实大 不过 我只看了一眼 视线便定格在棺材上了 眼里闪过了一丝疯狂 要知道 石钱的都在棺材里呀 既然碰上了 就没有空手而归的道理 我照着书中的规矩 从怀里掏出一根蜡烛 点燃放在东南角 败了三败 见蜡烛没有异常 这才着手开关 棺材缓缓打开 当我看到棺材里的东西时 情不自禁地 倒吸一口凉气 石钱 里面躺着一具 尚未腐烂的 穿着唇衣的女尸 她的发际高高盘起 眼睛半闭着 似乎随时都会睁开 一双手交握搭在小缝上 看起来竟与常人无异 我心下好奇 这人和将军是啥关系 为何会穿着嫁衣下脏 只是线下我没有深想 提着没有灯 便从尸体的脸 开始往下摸 摸到手腕的时候 心中一心 这女尸带着一对玉镯 我忙将玉镯退下来 就这没有灯的灯光 看了看橙色 直到是好货便塞进我怀里 随后又从尸体脚底 摸出几块黄玉了 摸了一遍之后 我看烛火依旧正常 便再次打冷一下尸体 撇到手的时候 我就愣住了 刚刚他的指甲和常人 是一样的 怎么陡然间 长长了五六厘米 我心里有些发毛 想着摸到了东西 差不多够一年的量票了 拉着二狗子就要走 可是眼光瞥到 尸体的嘴巴就愣住了 先前没注意 现在我就发现 尸体的嘴微微地鼓着 似乎里面含着什么东西 我做了搓手 古代夏藏喜欢用上好的玉石 最近死者嘴里 难不成这具身体也有 来不及多想 我直接伸手掰开尸体的嘴 伸手就去逃 就在这时候 猪火突然窜起了半多高的绿光 整个影宫里看起来诡计散散的 我心下打起哭了 就算是不给拿 您把蜡烛直接灭了便是 这冒绿光是个什么意思 还没等我想清楚呢 手背处忽然 穿出撕心裂肺的举动 我回头一看 只见女士的嘴 狠狠咬在我的手背上 白残残的死云烟 仿佛呆着笑一般 森色地盯着我 我吓得脸色巨变 大叫着将手抽出来 拉着二口子 发了疯似的往回跑 只跑到将军领下 这才松了口气 偷偷摸摸地回到家州 我把玉镯子 都塞进床底下 只是这一夜 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脑海里就浮现出 女尸那一双带笑的死鱼眼 折腾大半夜 她在天蒙蒙亮的时候 瞇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右手背上被咬的地方 出现半个鸡蛋大小的 黑色骨包 上面还爬满了 鱼鳞一样的片片 同时还痒得心里发慌 扣了半天也扣不下来 我顿时慌了 怕被父亲发现 我只好在柜子里 摸了一只手套戴上 刚想出门 就听到一阵的哀乐声 我皱了皱眉 谁家死了人呢 站在门口 好奇地往哀乐传出的方向看 天空中飘满了纸钱 我出去一问邻居大爷才知道 昨天凌晨 二狗子死了 好像家里遭了什么野兽 在睡梦中被掏空了肚子 血流了一滴 我的脑袋瞬间如遭累积 该不会我们拿了预期 那女粽子找上门来了吧 我只觉得 右手背更痒了 没有听进去邻居大爷后面的话 慌慌张张地回了家里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赶出门 过了一会儿 却模模糊糊听到 外面有滴水的声音 下雨了 我走到窗户边看了一眼 大中午的 太阳晒得地面发烫 空气都有些扭曲 根本就没下雨 可屋檐却始终滴滴答答滴着水 听得人心得很烦呢 我以为爹在屋顶吸瓦片 便吼了一声 别往屋顶倒水了 谁知父亲却从房间出来 问我倒什么水 当父亲看到屋檐滴水之后 脸色也跟着变了 三步并坐两步跨到门外 抬头张望成屋顶 我连跟着跑出去 没人在屋顶上 这水是从哪来的 父亲喃喃地念叨着 声音很是惊恐 晴天下雨一线愁 必有人死到临头 这是我们这儿的俗语 意思是 大晴天的只有一个地方下雨 预示着这个地方要死人了 我们家要死人了 我摸了摸右手背 只觉得气氧无比 也供不到父亲怀疑 转身就回到屋子里 锁进被子里了 晚上父亲怕出事 就陪我在房间里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朝窗外望一下 脸色凝重 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等到了后半夜 家里突然响起一阵 剧烈的敲门手 我和父亲惊了一跳 人三鬼四 这是说敲门的时候 人习惯敲三下 鬼却习惯敲四下 这是粽子招上门了吗 父亲小心翼翼地挪到门边 顺着门缝往外撇了一眼 不撇不要紧 只一撇整张脸都没了血色 迅速冲过来捂住我的嘴巴 死都不让我发出半点的声响来 我坐在父亲怀里 满脑子都是那对死欲言 一定是那个女粽子 女粽子杀完二狗子 来找我讨差了 敲门声 一声击过一声 夹杂窃窃窃死语一样的哭声 还有指甲挂在门板上的摩擦声 让人不寒而栗 父亲拉出 浑身僵硬地锁在门边 捂着我的手愈发用力 就在敲门声越来越急的时候 一阵雷声自远处而来 砸得我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 随之而来的是斗大的雨珠 砸在屋檐上的琵琶声 雨声盖过了敲门声 那阵窃窃思语的笑声也越来越远 但却仿佛一直在我耳边打转 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了 松手靠在墙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抓着父亲的手 哆哩哆嗦地闻他 不过是那死鱼眼 盯上我了吧 父亲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神色惶恐地 至万说 什么死鱼眼 第三章 守木家族 我心中害怕 索性从床底下将玉珠摸了出来 将自己盗墓的事情 一无一时地交代了 父亲一巴掌 招呼在我脸上 扇得我半边脸颊都活辣辣的疼 这一巴掌 他丝毫没有留情 我们老刘家 世代守木人 守的就是这座西州公墓 如今日子过不下去了 他长着老祖宗的鱼印 拿点铜琴出来 你也倒好 是叫端了老祖宗的窝 说完这句话 父亲哀叹了一声 一副颓唐的样子 我愣住 守木人 还没等我说什么 父亲忽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 等等 小兔崽子 你是怎么找到木门的 我嘟囔这书是从书里学的 误打误撞的便真的进去了 父亲的表情更加古怪了 他从柜子底下随便抽出一本泛黄的书记 翻开便问他 何谓死绝之地 我再自已了 知道父亲只是在考我 立刻回道 生气不惧 力气不出 鬼气凝结 寒气孽生 鸣走阴 安兴舟 切记大监 不搭手 绕黑棺 倒黑楼 驱使画符 点额头 我和父亲一人一句 之后 父亲又问我几个书上提到的问题 我一一都答了 他看向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复杂 两久之后 他在苦笑着摇里摇头 说这到底是老刘家的宿命 我也被他勾起了好奇心 忙问他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父亲在唐刺缸里 抓了一点茶叶泡手 随后 缓缓倒来 原来这一切 还要从将军领说起了 那座墓里埋着的 确实是姬姓将军的墓 将军名为姬成 是姬发远方的一个叔叔 说是叔叔 其实比姬发大不了两岁 他自小便对墓葬感兴趣 到了军中之后 便利用着看家本领 为军队筹筹到不少的军项 支撑起大大小小的战役 这在乱世无上大雅 等局势稍显稳定之后 他这一逃便被世人所不容了 再加上他脾气古怪 即便对姬发 也没有几分恭敬之情 因此落得一个被活埋的下场 只是旁人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选在他大婚之日突然发难 就连他尚未成立的妻子 也一并被活埋了 若不是有一批忠心的属下 黑陵军 这两人怕是都难以下葬 而我倒的那口棺材 估摸着就是他的妻子的了 刘家祖先便是当年那一千黑陵军之一 在鸡城还未成年使兵跟着他 那时候刘家祖先已经快饿死 若不是鸡城 怕是刘家早已绝后了 刘家祖先感念鸡城的恩德 便在黑陵军集体殉葬之后 躬身留下坐起将军墓的守墓人 一代代的流传下来 我越听越吃 只这时候手背越来越痒 实在忍不住便挠了挠 数知父亲痛斩抓过我的右手 将手套扯下 看到我长满农包的手 整张脸瞬间沙白 哆嗦着嘴唇问道 小兔才子 你被那女宗子咬了 我在父亲的逼尸下点了点头 父亲手里唐刺钢 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疯了似的抛去 打开书柜 手忙脚乱 想找着什么 一柜子东西被他扔在地上 最后他又如法炮制折腾桌子 桌子上的东西翻过一样便扔一样 于是抽屉更是直接抽出来 往地上倒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父亲 眼眶通红 头发如同鸡窝一般 吓得我不敢说话了 最后父亲从床底下 拖出一个布满灰尘的鞋盒 坐在七零八乱的房间里 从里面取出几本泛黄的电话簿来 他用手指沾着口水 哆嗦着一页一页地翻着 动作奇快 却又轻柔 每翻一页眼眶就要红上一份 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死姑娘 死姑娘 差不多翻了大半天 他才在最后一本电话簿上 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了 他蹬地一下起身 用纸笔将号码腾抄一遍 揣进洞里 打着伞就要出门 爹 我喊了一声 父亲回头红着眼睛看着我 半嗓 才压着嗓子说 哇 你中了尸毒 只有那个人才能救你 爹现在去县城打电话求他 你在家 好好的 不管听到任何动静 都不要出声 等爹回来 好吗 最后一个字 他都呆上了哭腔 我想说什么 嗓子却像被棉花堵住了一般 发不出声音 只能狠狠地点了点头 门被父亲从外面锁上了 我回到房间坐在床上瞪大眼睛 盯着床外 天还没亮 雨啪哒啪哒打在窗户上 听得我心轻 右手越来越痒 我控制不住 拼命地挠着 却见鳞片一惊人的速度 蔓延整个手臂 颜色也越来越深 直至乌黑一片呢 不知过了多久 敲门声再次喘 我猛地抬手捂住自己的嘴 我知道 来的八成是那女粽子 需要抱着侥幸心理 希望敲门的是村里人 因此慢吞吞地挪到窗户边上 往外偷偷地瞟去 世间门口站着一个皮头散发的女人 她一下一下用指甲挠着门 不时地发出低笑声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女疯子 可是她身上那套鲜艳的大红色唇衣 却异常醒目 刺激着我脑袋一片空白 不经意地叫了一声 她注意到窗边的动静 咔嚓咔嚓 如机械般地将脑袋转了一百八十度 半征的死云眼和我对了个正潮 然后她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来 我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随后磁磁捂住口鼻坐进床底 粽子都是依靠呼吸来辨别活人的 只要我不呼吸 她肯定就会失去目标 啪哒 重雾 落地的声音 让我心头一跳 想必她是进来了 啪哒啪哒的脚步声 在房间四处响起 似乎真的是在到处瞅我 突然 脚步声在床前停下 我绷紧身体 屏住呼吸 一动不敢动 随后伴随着咣当一声 头顶床板 这狠狠震了震 灰尘落了我一脑袋 我缩得更紧 只听得床板一会儿晃一下 一会儿又晃一下 似乎那玩意儿在上面爬来爬去 听得我心惊肉跳 飞里的空气越来越少了 我别的脸色通红 只觉得下一秒就要窒息了 心中不住的气道 他赶紧走啊 过了一会儿 床上没有动静了 我往外凑了凑 想看看 他是否走了 结果下一秒 浑身血液都凝固出了 他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把身体弯下来 朝着床底再看着 一双泛白的死鱼眼 距离不到五公分 射一下我彻底憋不住 死死捂着的双手 一眼看就要放下 就在这时候 我听到一阵攻击打鸣的声音 天亮 死鱼眼不甘地 慢慢走远 我常常出了一口气 这才惊觉 衣服都湿透了 就在这时候 门外又传来响读 我一慌 刚想往柜子里面钻 却听到清脆的开锁声 我知道 是父亲回来了 顿时冲了出去 门外果然是父亲 我刚想说什么 从他后面 慢慢走出一个年轻男子 眼神如刀锋一般 瞥了一眼我的手 说 五丸 有灯 第四章 四姑娘 四九龙 父亲忙去准备了 而我则偷偷打量着来人 男子只有二十五六岁 长得十分秀气 穿着一身白色夹克衫 只是一双手 却比女人还要白呢 看起来有些妖艳 再往下看去 我心中一惊 这人的右手 缺了一根大拇指 腰间还背着一串 用红线编成的小挂坠 挂坠上是九个 镇翅玉飞的玉寒蝉 其实九个玉寒蝉 颜色外观各有不同 看来是出自不同朝代的古墓 所谓的玉寒蝉 是一种雕刻成蝉形的古墓 是专门用来给死者压舌头的 这样做有两种含义 第一是可以保持尸身不服 第二是希望死者有朝一日 也能像蝉一样破土重生 但往往嘴里含有玉寒蝉的粽子 失变的几率也会大大提高 据书中记载 行走江湖的土夫子 只有亲手杀死一只千年粽子 才有资格将粽子嘴里的玉寒蝉 挂在腰间 以示荣耀 一般挂一两个玉寒蝉的土夫子 已经是正宗的摩金小尾了 但眼前这个年轻男子 居然挂了九个玉寒蝉 也就是说 他至少干掉了九个千年粽子 我不由的心情 一只粽子就把我撵得鸡飞狗跳 九只 我不由好奇眼前这个人的身份 父亲将东西按照年轻男子的事意摆好 说 四姑娘 你要的东西 我一愣 这不是个男的吗 为什么会取个女人名字 只是没人有空打理我 四姑娘瞟了我一眼 突然抓住我的胳膊 抽出一把小刀 在油灯上烤红 就剔出了手背上一块鳞片 我疼得冷汗直冒 却在她冷冷的眼神下 不敢吭声 她动作奇快无比 那把看似锈钝的小刀 甚至比世界上最快的刀都要锋利 不过一两分钟 整条胳膊上的鳞片 全部被剃了下来 一肱骨黑血 从伤口里肱骨流出 留在地下的碗里 等黑血流了大半碗 我的胳膊才恢复了本来的肤色 我本以为事情结束了 四姑娘却脱了我的上衣 让我光着膀子跪在地上 随后她从怀里磨出一本小册子 翻了几页 似乎带着征询的语气 问了父亲一眼 你确定吗 一旦背负九龙 这辈子 都不能回头了 父亲哭着脸说 想吊住我子的命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也是你们老刘家的宿命 四姑娘点了点头 进去看那本小册子了 同时将小刀在磨刀石上打磨 我真机瞥了一眼小册子那一页 只见上面是一个黑色的纹身图案 我恍然大悟 她这是要给我后背吻东西 那图案成圆形 九条一指多长的黑龙 首尾相接 中间围着一颗珠子 我注意到 这九条龙每条的形态都不同 虽说是衔接在一起的 但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俗话说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王的九个儿子吧 只是四姑娘闻上这九条龙和救我有什么关系 她口中老刘家的宿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很想去问 但我知道父亲是不会说的 因为看她那样子似乎对四姑娘异常忌惮 后者偶尔冒出一两个字 父亲就如同对待圣旨一般 眼见小刀已经锋利地露出点点寒光了 四姑娘便站着我留在碗里的那些黑色脏鞋 一点一点地在我背上刻着 虽然我看不到 但是后来听父亲说整个课的过程都是很诡异的 先是用黑鞋勾勒出一个圆圈 再用小刀慢慢地往圈里刻 每条龙身上的纹理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错处 到最后 九条龙点睛的时候用的还是我的精血 做完这些 他只让我休息一会儿 别让我父亲去找一捆一人高的竹子 每根竹子的内部务必露空 然后领路带他去将军岭 上了将军岭之后 他抓了一把土锈的锈 随后便拍了拍手忙活开来了 只见他抽出一根竹子 定进古墓的正东方 用手指敲了敲 貌似在听回音 思索了一会儿 又往西走了七步 再次下了一根竹子 同样是听回音 整个过程 四姑娘都冷着一张脸 等他如法炮制 定到第五根竹子 突然一股水流 从竹孔中喷出来了 四姑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说了 原来是个水粽子 父亲以为他马上要捉粽子了 谁知他直接让我们打道回府 一路上告诉我们 水粽子只在此时之后 某时之前出现 出现的时候 父亲必有水滋 现在是等不到的 要吊那东西上钩 还需要我帮忙 说完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 看到我浑身发毛 果然 到了半夜 他忽然将我 从被子里提出来 不容置疑地 贼给我一盏灯笼 让我今晚 独自去将军令 你只要走到 我挖的木门旁才行 我当然不敢 谁知 他看着我淡淡地说 水雄产生的是你 只有你才能把他引出来 不然 每到快下雨的天气 他都会来敲响你的房门 父亲在一旁推了推我 让我按照他的意思来 我知道事情 没有回旋的预定 只能提着灯笼 一步三回头地 出了家门了 无论发生什么 不许回头 淡淡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我刚扭了一半的脖子 硬生生地就僵出了 村里人早就泄了 整条路上 就我一个人 我战战兢兢地往前走 一声虫叫 都能吓得我心惊半天 我走得很慢 可即便再慢 还是来到将军陵了 看着鬼气森森的将军陵 再想到 那个穿着大红衣服的死鱼眼 我恨不得扔下灯笼就跑 可一想到会死 我还是硬着头皮 上了将军陵 月光照着树木隐隐隐绰绰地 映在地上 如同鬼影一般 我心中念着各路神仙 慢慢地 往主木的方向走去 到了我上次挖开的 那个位置 看着尚未关闭的木门 我总觉得一双眼睛 从背后盯着我 不由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突然 一阵阴风平地而起 吹得我脖子凉嗖嗖的 我握着灯笼的手 颤抖不已 却不敢往后看 怪异的笑声就在耳边 脖子一凉 一只冰凉的手便打了过来 我知道 那玩意儿来了 吓得一动都不敢动 滚开 打着淡淡怒意的声音出来 我扭头一看 四姑娘正站在 离我两米远的位置 顶着我的旁边 我不敢往旁边看 只觉得搭在肩膀上 手非常听话地 缩了回去 那次御眼 竟然对四姑娘 很畏惧的样子 我心里一惊 更加好奇 这四姑娘 到底是何身份呢 只见四姑娘 往前一步 四御眼便往后一步 嘴里呜呜的 似是不甘心的样子 前者猛然提速 掠过我身边 一把掐住 四御眼的脖子 只将它带进墓里 墓门啪的一声 在我面前 关上了 看四姑娘的架势 服松了口气 这四御眼 应该不是 她的对手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不由地 担心起来了 说起来 四御眼 到底也是 西州大粽子 万一 她失手了呢 又等了几分钟 我觉得 四姑娘很可能 已经被四御眼 给咬死了 尿都不敢撒 就往山林下跑 而就在这时候 墓门啪的一声开了 我有些好奇的 回头望去 不知道出现在眼前的 是完整的四姑娘 还是被开膛破洞的 四姑娘 一道清冷的月光洒下 伴随着我 越来越激动的喘息声 四姑娘踩着月光 一步步走出古墓 左手赫然提着一个 长发垂地的头颅 正是那死于眼的 脑袋瓜子 第五章 新疆浅线 四姑娘 瞥了我一眼 那手掌排排四御眼的脑袋 一只通体翠绿的月寒蝉 顿时从四御眼嘴巴里 送了出来 她将月寒蝉 放在月光下 像是在看橙色 最近满意地擦干净 放进口袋里面 领着我回了家 自始至终 她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在我看着 那脑袋瑟瑟发抖的时候 说了一句 别怕 我们刚到村口 远远就看到 父亲提着煤油灯 在寒风下等候着 我的心又是一酸呢 简终于等到我们 父亲殷切地 看向四姑娘 候着点点头 随后看向我说 小子 既背负九龙纹身 你便是刘家 新一代的守墓人 三十年内 必须守护天下古墓 否则 必遭天窃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就见四姑娘 从怀里掏出那本小册子 递给我 父亲有些诧异 四姑娘 事也太贵重了 四姑娘摆了摆手 说 柳根胜 我欠你的人情 今天还清了 这本性官要诀 本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东西 因为你不配 所以我才没给你 但你儿子配 如今就物归原处 小子 有缘再见 说着他也不顾父亲的挽留 趁着夜色便离开了 四姑娘走后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只因为我不能碰陪葬品 父亲便依旧靠吃死人肉 盗墓为生 身体每况愈下便染了风寒 渐渐的咳嗽都带血 我却让他换个行道 他却说 到在吃第一口死人肉的时候 便料到了这一天 如今他已经半只脚都踏进棺材 还不如趁现在 多紧紧当父亲的责任 给我攒下去媳妇的钱 我与父亲就这么过了五年 他还是没能撑住 临终前他满寒热泪的 一直攥着我的手 跌跌不凶的说了许多 原谅我一句话都没听懂 但是我知道 他还是放不下我的 之后我才知道 父亲将我托付给一个旧事的好友 这位好友是部队的连长 说是以前被父亲救过一命 所以对父亲的临终托付异常重视 但父亲走的第二天 便匆匆赶了过来 我在陈连长的帮助下 将父亲埋在将军里 这也是父亲的最后缘望 他说一辈子就靠这里陪葬养活了我 所以死后他也该赎罪了 之后我就收拾了几件衣服 把新冠药诀仔细包好 离开了这个 我生活了十四年的村庄 陈连长长期生活在军营 为了照顾到 干脆就带着我入了伍了 陈连长的部队 驻扎在新疆 一个叫巴音郭愣的地方 这地方靠近罗布泊 漫天的黄沙 以及卡斯特地帽 让一切看起来 都有种沧桑之感 这支部队主要负责 新疆北部几条支线上 边防站的药品 蔬菜等物资的运输 一般半个月跑一趟 平常就在营地里拉链 我刚来这里时候 对这里一切都是很好奇的 等跑了几趟 吃了满嘴沙子之后 这新鲜感也就降了下来 好在部队里的人 看我年纪小 又是陈连长带来的 对我比较照顾 偶尔搞到几盒肉罐头 也会和我一起打牙计 因此除了条件艰苦一点 我过得还是不错的 你慌便又过去三年了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 大概就会这么过去 等到了年纪复原回农村 用父亲攒的钱 娶个媳妇 就能忘到头了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被一个突然造访的神秘人打乱了 时至今日 我还能想起那一天的情景 那天上午 新的波及刚到位 啃了几天硬馒头的战友 一个个兴奋的 能多拉链几公里 部队里气氛非常热烈 就在这时候 一个中年人 在陈连长点头哈腰的陪筒下 进了军营了 这人与部队格格不入 一时间 战友们的目光 全被他吸引过去 只见他穿着一身 皱巴巴的黑色西装 夜下夹着皮都掉了一块的公文包 头上戴着鸭舌帽子 配合着一圈胡茶 以及叼在嘴边 抽了一半的红梅盘香烟 使他整个人看起来 拉里拉他的 我们都好奇西装大叔的身份 但陈连长的态度 却不如平常活络 瞪了我们一眼 便与这人一脑袋 砸进自己帐篷 我没运输任务的时候 一般就站在帐篷外面警戒 就看到陈连长 将平日里表现 优秀的模范兵 一个一个叫了进去 也不知道做什么 我好奇地往帐篷缝里偷窥了一眼 就见西装大叔 夹着烟皱着眉头 挨个儿问那些模范兵问题 这些问题很奇怪 不是在沙漠里生存 需要带那些东西 就是如何营救沙漠 深处失联的战友 最后还指着几张纸 问他们认不认识 这些沙漠里面的植物 难道是 要找向导吗 我摸了摸脑袋 像这西装大叔 应该是要进沙漠 可惜了 他如果问那些模范兵 什么强威力大 怎么打敌人 保管回答的头头是道 但沙漠里的门门道道 他们却摸不清楚 虽说我们驻扎不远的地方 就是罗布泊 但平常 几乎是不和那里打交道的 能知道一两种 在沙漠里急救的办法 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随着模范兵 一个一个被赶出帐篷 西装大叔的眉头 越皱越紧 是不是慌张地 看了看手表 像在赶时间 他手中香烟 也是越缓越勤 整个帐篷里 烟雾缭绕 见到此清此景 我不由地 小声嘀咕着 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竟然没一个人回 沙漾的声音 不耐烦地问了一句 谁在外面嘀咕 我心中一惊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陈连长抱吼了一声 小兔崽子 还不滚进来 我摸摸鼻子 任命地走了进去 西装大叔 朝我笑着看了一眼 问我 刚刚是不是我在说 这些问题简单 我年轻气盛 见不得他这副 看不起人的模样 耿着脖子就说 这些本来就很简单 如何在沙漠辨别方向 用什么仪器 白天看太阳 晚上看星象 不用仪器 仪器容易受磁场因素影响 去沙漠深处 应该多少水源 不宜过多 应该在沙漠中寻找水源 如何寻找 很多 可以根据地形 动物活动的痕迹 以及植被的情况 新装大叔 与我一问一答 我每回答出一个问题 他的眼睛便亮上一份 最后 激动地也拍桌子 就是你了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啊 他也不解释 又在模范兵里点了四个人 我随意扫了一眼 便发现 这人他还不是随便点的 虽然每个模范兵 年纪外貌差别都很大 但他们都有一样特长 比如其中一个瘦高哥 大家都叫他鹰眼 因为他的一双眼睛 如同老鹰一般锐利 是鹰里最强的侦察兵 一些信微末节 都满不过的 再比如旁边一位 刚满二十岁的小矮盾 是鹰里有名的神枪手 拥有百步穿扬的本事 另外两个也都有看家本领 好了 你们回去准备准备 今天下午便进萝卜泊 西庄大叔选好人之后 拍了拍身上的烟灰 就示意我们出去 萝卜泊 我有些激动 在部队这几年 也经常听到一些 萝卜泊的传闻 对这个地方 我是既向往又敬畏 如今能去 我自然是激动不已 只是为什么去哪里 难不成 有什么秘密任务吗